立法會主席曾玉成在續審預算案撥款會議開始時 就宣布暫停會議 並與各個黨派的議員開會過幾鐘 決定在星期二下午1點終止所有辯論並進行投票 四名發起拉布戰的議員在會後 炮轟曾玉成展報的決定是粗暴和惡劣 是完全沒有機會表達意見的 這個與過去 其實與上一次的終止情況 這一次的終止模式和達到的效果 是更加粗暴更加惡劣 更加剝奪立法會議員的發言權力 由中共的黨員去操弄立法會的行政 和所有的運作 共產黨員有良心 最後都大不過他自己的黨性 有議員提出了七項修訂案 有議員因為要跟拉布或清界線 原有修訂案撤回 有議員因為我們已經提出修訂案 想著搭順風車在我們的修訂案提出的時候發言 現在這些發言 亦都是被曾玉成這種限時或善式的展報 是抹殺了 回到議事聽 曾玉成就說他是引用基本法和議事規則展報 為提供所需的公帑 以維持政府的運作 我認為立法會是有責任 在一個合理的時間之內 完成審核 及表決 撥款條例草案 以履行基本法第73條 第2款所定的職權 我作為立法會主席 亦都有憲制的職權 根據基本法第72條 第一款主持會議 行使適當的權力 包括使會議有秩序 公平及正當地進行 並且在適當的時候 終止辯論 將議案付諸表決 不過曾玉成展報的決定引起泛民不滿 現在立即宣布 明天一點鐘 就要完成餘下對財政預算案的辯論 這個是太過急速 因為之前那幾十個小時 我們都有參與發言 但是並沒有重複 都是跟著財政預算案裡面 一些值得討論的議題去提出來 你去行使你的權力 是應該有很堅實的法律的基礎 你是不應該考慮任何的政治的東西 才可以令到公眾相信立法會 是獨立公正 尤其是主席你 由拉布爾提出七八一十幾項的修正案 將會合併為一個合併辯論 並會在星期二下午1點中止辯論 再逐一進行表決 預計表決會在今個月16日完成 20日會處理議程其他項目 而22日立法會就會回復正常 香港昏頻電視記者曾子倫報導